可以的 比如說肝臟你陸續會想到長青 我們的蘆薈 甚至B群酵素 當你越想到越多 對這個會有幫忙 想得到那個邏輯合理 那基本上就可以用 當你還沒有想到肝臟反射 你就用薑黃 絕對沒有問題 第二個腦部保健 你就想到薑黃 而且腦部保健 就像我們直接建議的選項 比如說像我們考生 我們知道他為什麼 或必須知道他為什麼 但是整個促進腦部 可以有種種保護 還可以促進排毒的 哇這個薑黃在這裡 是有他特別的角色 好 那個抗癌 抑制腫瘤生長 或者抗癌 薑黃研究非常的多 極大的退化性關節 這個應用也很廣 所以我們的顧可寧 裡面是不是也有薑黃 所以你現在可以顧可寧 再加強我們的薑黃 這個效果絕對會更好的 那糖尿病也有很多的研究 抗氧化抗發炎 而衍生很多 這個保護 因發炎而導致的一些疾病 基本上你聯想得到的 他研究上你絕對可以找得到 他相關的一些研究 比如說降低心血管疾病 一定有 改善免疫系統的問題 一定有的 因為這些通通跟發炎有關係 然後第七個 今天跟大家補上去 復刻的保健 復刻當然的範圍很廣 那因為比例最高的叫做子宮肌瘤 子宮肌瘤跟子宮肌腺症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肌瘤就是他的平滑肌 已經過度的受到刺激 長成一個異常的腫瘤 好 所以我們今天針對子宮肌瘤 我們有幾張投影片 江華 江華有幾張先提一下 把子宮肌瘤放在後面 一個在腦部保健的 有兩個基本的理論 即使背後的一個理論都會提到什麼 抗氧化 那因抗氧化產生的保護 現在被證實的有兩個很重要的理論 第一個BDNF 原來我們的腦部跟肝臟一樣 肝臟我們都知道 你今天損傷了 它會再生 所以由這個地方你去理解 一個人得到肝硬化 那你被想像他是怎麼踐踏自己的 照理說它損傷了 你給它條件給它時間 它會修復再生 結果到最後傷害的速度 竟然大於修復的速度 這代表你一定有長時間的 這個不知道怎麼對待自己的 好 那後來發現 哎呦 腦部也有 所以不是我年紀大了 腦細胞死了 我就等著老人痴呆 不是 你適度的保護 原來它有再生的機會 叫BDNF 會刺激腦細胞的再生 那第二個就是排毒的概念 現在這個年輕型的 試試剩 有一個非常出名 叫阿斯海默症 阿斯海默症 這幾年來的研究 已經非常的確定 跟什麼有關 跟類澱粉蛋白有關 或者叫貝達澱粉蛋白 這翻譯的問題 貝達阿彌症 那這個東西呢 理論上在睡覺的時候 它會排除 我們叫做排毒 但是現在就是很多的因素 那類澱粉蛋白堆積了 久了它會形成斑塊 類澱粉蛋白量 這樣只要增加 或者形成斑塊 都會毒殺我們的腦細胞 所以讓你的腦細胞 可能死掉 或者功能大幅的下降 好 結果我們發現 給了這個薑黃素以後 它會顯速的降低 類澱粉蛋白及其斑塊 降低了多少 40到50% 哇天啊 所以簡單的說 如果你今天 願意 飲食基本的條件就好了 只要60分 不要太殺就好了 適度的補充薑黃 並把睡眠調整好 你要失智 大概也不是那麼容易哦 那你看啊 43到50% 後面再提到另外一個 為什麼會提睡眠 我們待會 會花一點比較多的時間 跟大家介紹 那另外一個呢 抗癌的這個作用 抗癌呢 其實因為癌症太普遍了 這個全世界都一樣 死亡人數都是第一名的 所以研究相關的非常多 當然很多人就說 這個最有效的 是這個化療的研究很多 但是化療說是在背後 是有非常多的問題 然後延長壽命並不代表 是這個促進健康 這是兩回事 所以有很多相關的研究 只是你可能平常很難 從醫療專業人員裡面 去看聽到說 原來你可以這麼做 原來你可以搭配什麼 不是藥物的東西 那講話是這裡 就是一個選項 比如說這裡有一個東西 叫TNF TNF Humor Necrosis Vector 這個是在癌症的病人 身上量通常就會蠻高的 其他的發炎性疾病 比如說風刺性關節炎 這個僵直性脊椎炎 這個多化性硬化症等等 再是煤系統疾病 慢性的 通常TNF的量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就 就研究就發現 我們如果可以阻斷TNF的話 那你手背誘發的發炎就會減輕 所以到最後症狀會改善 合理 也的確有這個藥上市了 美國FTA Approved 但是這個藥有兩個缺點 這個藥的名字叫TNF 主治劑 也叫Broker 主治劑 好像有兩三種 第一個費用其實是不少 你要持續吃哦 有吃才有效哦 一年兩萬美金 一個月大概是五萬塊左右 每次就沒有效哦 你要足夠的永續收入 才有辦法去做這個選項 但是很多人到最後放棄了 不是他花不起這個錢 而是什麼 副作用 所以這個產品呢 被FTA要求 你的包裝上面一定要特別的 大大字 不能寫那個超級小字 用發大鏡才看得到的那一種 要大大字讓人家一看就看得到了 要寫什麼 副作用 服用本產品可能產生等等等等的 這些副作用 你決定好了再來吃 好 所以這個有時候會變成一種兩難啊 我覺得 想要對身體有幫忙 可是他有可能這個好一點 要衍生其他的問題 那這樣 到底要吃還是不吃呢 好 我們現在有另外一個新的選項 我們發現薑黃素 有效的抑制種種促發炎的途徑 包括TNF 而且效果是非常的明確 所以很多的PAPER 包括 這篇的PAPER 它裡面就強烈的建議 薑黃素可以拿來 當作TNF的組織劑 取代藥物 而且最重要它不只有效 便宜 安全 沒有副作用 對全身也有整體的保健的效果 不是只有阻斷那個TNF 這件事情而已 好 這個就是營養非常重要的價值 那再來丟外線關節炎 因為在這個時代也非常的多 所以我特別還是再提一下 最有效的選項 第一個我們的 菇肯林裡面有葡萄糖 再加上我們的抗氧化的成分 當然裡面也加了薑黃 那我們現在也有額外單獨的薑黃成品 產品我們建議大家搭配薑黃 你的效果會更明顯的 那這一篇呢 對於透過性關節炎的抗發炎的效果 傳統的治療就是用非類固醇性的止痛藥 比如說Dichrofenic 50mg每天兩次 這是標準的治療 可不可以再多 可以 但是再多呢 風險就更大 因為 但我想它的副作用其實還蠻常見的 那我們另外一組實驗組呢 就給薑黃用的 就是我們現在進來的這個產品 BCM95 這個Copyright的一個專利的產品 就是我們進來的這個產品 一顆500mg 明天三次等於一天就是1500 我們發現1200到1500 是研究上最常被拿來使用研究的 這個劑量 假設你一天三次 結果呢 研究了28天 從7天 14天 28天 都反覆的調查 病人 你現在疼痛的情況 種種的 有沒有不舒服 活動的舒適度 等等的 它有一些標準 疼痛的情況 它有一個標準的指標 一個標準 不是你隨便講的 好 這個一個結果 我們發現從第14天開始 一直到28天 使用菲利庫辛性止痛藥的 跟使用薑黃的這兩組 止痛的效果相同 這樣可以看得懂嗎 代表你可以用薑黃來取代藥物 不過時間要有耐心 要稍微久一點 因為真正到效果相同是從14天開始 你不要說吃了三天五天一個禮拜 沒效 事實上它反應的速度會比較慢 這有它特別的原因 然後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談 然後這有一個 我沒有列進來 其實這個研究當中 它還描述到一個差別 今天吃了薑黃 不只疼痛改善 而且這些病人阻塑 我活動的舒適度 那種活動的自由度是增加的 另外一組吃藥的 有現在疼痛有減少 但是我活動前還是覺得卡卡的 覺得還是不大舒服 不大自在 你說它是痛嗎 不完全是痛 治療者還有這種差別 一個單純止痛 一個是增長促進身體的修復的 那雖然說效果相同 有些人說那我效果相同 我就吃藥就好了 因為現在吃藥很方便 去看個病 就可以拿慢性處方簽 看一次可以拿三個月 這個